A士裙向先生 thrive 這是什麼? 著作權主要是包括一些文學、藝術、音樂、戲劇部 的創作 受理這種著作權的申請就是美國有著作權的辦公室 它的官網是 www.copyright.gov 如果您要自己申請著作權的話 您可以到這個官網上面 它也有很詳細的步驟 來引導你如何申請著作權 申請著作權的時候 您是不需要提供任何的身份證明的文件 但是您需要提供給這個著作權局 誰是這個創作的創作人 以及這個創作人他是否隸屬於 某一個公司或是單位 或者是他是一個獨立的創作人 還有這個創作是否被公開過 他公開的時間 還有這個創作他完成的時間 是在什麼時候 那當然在網上填表申請之後 最後他會引導您去上傳您的創作 如果您是圖畫或者是一些比較小型的創作電腦 可以幫您上傳的您可以利用電腦 直接把您的創作上傳 但是如果您是寫了一本書的話 您可能就需要把這本書 的copy寄到著作權局 讓他們去審查 如果不想自己申請的話 您也可以透過律師 來幫您操作這個 著作權的申請 那律師呢 通常他們會比較專業一點 關於這個著作權呢 通常在您遞交申請之後呢 如果順利的話呢 您可以在一年之內 拿到您的著作權的註冊證 上面會有您的註冊號碼 但是呢 以我們的經驗來說呢 著作權局呢 它的速度是比較慢 有可能是它的人員啊 或者是經費比較不足 所以它呢 處理案件的速度比較慢 所以說呢 如果您的案件等超過了一年以上 還沒有回音的時候呢 您可以自己打電話去 著作權局來詢問 或者是您可以請律師 來幫您去著作權局 來詢問您的案件的進度 在這個著作權局呢 它是沒有 目前是沒有 以那個 加速審查這個選項 就是說 比如說在專利來說呢 您可以多交一些費用 來讓您的專利 更快速一點的被審查 但是在著作權局呢 目前他們是沒有提供這個服務的 在你的手中 在建築中 在建築中 體重帶兩位 從來 在這裏 可以 在這裏 在這裏 做事 做事 沙汰